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每次回来我都觉得还是台湾舒服 我不知道大家旅游的之后回来的感觉是什么 但我每一次都觉得天哪我这次要在台湾待好久 就是我想要再待久一点 但是每次我很快又会想出去 就是在一个每次想出去的时候就会想回台湾 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 觉得我要在这边待久一点 然后可能我待了几周之后我想说 嗯 我要再出去一下这样 所以我就养成了我一个比较就是很常移动的习惯 然后我通常一次也不会去旅游太久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待到可能四五天以上 我就会觉得God 好累 就是你会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这次在日本完全全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这次在日本已经进化到 我就觉得我很像日本人 就是真的是很像日本人的 假装自己是日本人外国人这样子 就很好笑 可能这次在日本这13天 我应该会再录一些技术来讲这个东西 但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新闻这样 好 那今天新闻我们一样 这个新闻试破级今天是第十集 我们这个系列会不断的给大家一些每周 都会给大家一些关于饭店 或者是航空 或者是一些理由上你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情 或者是我最近最近在查一些机票 我觉得可以提出来的点 那当然这些有些可能不是一些特别机票 有些可能是一些 我觉得这个日期这个价价格很甜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每周这一集的一个作用 那目前我们也都还没有置入 或者是也都还比较少这个donate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其实不管是收听 或者是按帮我们的IG按个赞 或者是给我们一点金钱上的支持 拜托请用钱支持我们 我们才能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们目前上半年还有一些别的计划 那会再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日期收听 或者是一些其他数字再来做参考 因为毕竟这个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钱来支持 才能够继续支持这些热情 这样我们也进到了将近150级 这个其实蛮疯狂的 蛮疯狂还不到一年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今天的饭店新闻 饭店新闻的话今天只有一条 那这一条我觉得蛮重要 也是蛮好的消息 就是万豪推出线上的点数转让系统 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万豪的点数有几个限制 第一个你每一年只能买10万点 所以如果你今天说 我今天你要去马尔蒂夫 然后我要住这个St. Regis 然后可是我点数不够 那我要买怎么办 你钱的方式我们就是自己可以买10万点 然后我们再跟别人买 跟别人买 那跟别人买的时候 我可能第一个 跟别人买有一个限制 就是别人转让给你的每一年 最后我也大概只能是 我其实是50万点 那如果你转让给别人 最高每一个日历年是10万点 听不懂对不对 讲解简单一点 就是他为了要保持这个点数的价值性 他降低的所谓的流通性 但是他也没有把他掐死 你说每个日历年 你可以转让给别人10万 然后你可以收50万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他还有一些门槛在 就是你要怎么去转让呢 你必须要打进去一个专线 然后是印象都是英文的 我好像没有打给中文的过 就跟他讲说 我要转让点数给谁谁谁 除非你是什么大使登级以上 你才会有那个专人服务 那就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转让点数给别人 但通常你都要进线进去 即使太近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有点麻烦 那进线大家有些人就会觉得很麻烦 就是第一个我要讲英文 第二个我时间还要跟他们识去 然后还有什么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 后来这则新闻就是 总算是有一个线上转点系统 那我目前还没有试过 那也希望如果有人有这个经验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总是这个万好 现在推出线上转点系统 可以大幅的减少 这个在转点上的一些困难度 也就是你直接上网 就可以转让点数给别人 我觉得这很好 当然大家还是一样 有吃这些转点的上限 但如果你今天要去 马尔利福住什么St.Rigis 你可能可以用A账号买10万点 B账号买10万点 C账号买10万点 全部转给你 那你一年等于说 你最高可以买50万点 这其实很方便 那像我就有一些人头账户 像我就帮新帝老师 创了一个万豪账号 这是为了 如果我已被我需要买点数的时候 我就从他 如果我自己的额度买完 我就用他的点数 我用他的额度去买 那当然还是刷我的卡 但是你就会比较活用 但是我印象中买点有一些限制 例如说他可能账号 必须要生活三个月 就是一定要注册 满三个月之类 就是有一些限制 但详细我忘记 总之 如果你觉得你未来 可能有这个巨幅 买点的需求 或者是以备不知之需 那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申请一个账号 可能是你爸 你妈 或者你谁的 之类的 或你小孩的 然后你之后就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用一个人头账户 虽然他没有在租万号 但是你可以帮他买点 然后就转到你这边 这是一点点小提醒 因为有时候这种事情 其实我也不会特别拿出来 说我们竟然教大家 但是竟然讲到这种新闻 我们就顺便提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 为一则饭点的新闻 接下来都是航空的新闻 那航空的新闻的话 第一则是 长荣航空在4月底 4月25号开始 在巴黎的航下 从Terminal 2 再回Terminal 1 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蛮有趣 以前长荣在巴黎 我印象中他都是在T1 然后后来在疫情期间 跑到T2里去 但现在又要被赶回T1了 那据别人说 这个是 提供我这则新闻的人说 其实在T2是比较好逛的 但我上一次进出 是从巴黎的T1进出 我也觉得T1也很好逛 所以我没办法理解说 T2到底多好逛 好逛成怎么样 提供这则新闻也说 其实那时候在 长荣在二行下的时候 好像是可以使用 这个Air France的贵宾室 所以哇 那贵宾室是 听说是非常的高级 所以这也算是 在4月底之后 就要结束的一件事情吧 因为这几个航下 基本上是不能互通的 T1和T2是不能互通的这样 这个新闻也是给大家 如果你在4月底之后 你有非昌荣 而且是非巴黎的话 你即将换航下 请你顺便注意一下 好那再来的话 下一则新闻就是 海洋航空 那海洋航空 预计在仁川台北 这个航线 在4月的 19号跟29号 预计会有 747 400驱逐直飞 那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 其实通常现在 707已经不太会来载客 但偶尔海洋航空 或者是这个 大航航船也有过 有点忘记 但我们这不确定 就是会 偶尔会来载客 所以在台湾的 国际航空 都已经把707退役 剩下cargo 剩下这个货运之后 你在桃圆机上 还可以看到707 甚至你在全球 都能看到707 这个机会 载客机会 都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则新闻 也是提供给 如果你有想要 搭707的 或者是你是航迷 特别想拍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 我4月19号 跟29号 这两天 那第三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的话 我想讲的是 这个 新宇航空 我就有新宇航空 每天都有新宇航空 新闻 因为新宇航空 甚至很会 很会操作 新宇航空 在6月 这个台北到新加坡 的这一段 即将会有 头等舱 什么意思呢 因为其实基本上 以前的这个 应该说新宇的 头等舱是只有 配备在 A350这个机型 那A350之前 都只派飞在 这个曼谷 跟东京的航线 那新加坡印象中 都是用330 或320去飞 但是现在 要派飞 要派飞350去 而且它有开放 头等舱 那目前的售价 台北新加坡 新宇航空的 头等舱 售价来回去 16万2000人 那我看到这个新闻的 来源 他说 这可能 这个是目前 最便宜的 头等舱产品 他用非常斩钉截铁的 但我不太喜欢 这样讲话 我觉得这讲话 太那个 因为我之前做 头等舱 我李承换 也不太需要 花到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现金票里面 最便宜的 头等舱产品 因为在亚洲 亚洲我经常有一段 是阿联酋 头等舱 是从曼谷 飞香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段也有人会去体验 短程头等舱产品 如果你在亚洲 想要体验 另外一家 头等舱产品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一则的台北 新加坡 由新鱼航空直飞的 这个头等舱 然后它目前是 16万台币 好 这个也是提供一则 有点荒谬的新闻 我觉得有点荒谬 因为这真的太贵 我真的不知道谁会买 好 那再来 下一则新闻 是这个国泰航空 我们又有国泰航空 这每一集都是这几个 其实我大部分因为都是 focus在亚洲的航空公司 所以就每次都这几家 但是好像今天没有日航 今天没有日航 好 国泰航空最近有个活动 就是如果你是持有联名卡的话 那你可以用里程兑换台北东京的机票 讲到这边 有点想做废话 本来就是 你用里程就是可以兑换 但是国泰航空有一个传统 就是它有时候会定期回馈给客人 或是联名卡的吃卡人 你可以 它会开一个班机 它的班号是特别的 然后它把整班都给里程序做兑换 什么意思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航班 不管你是什么CX什么402什么的 通常这种航班 它可能只会放 例如说三个商务舱 可能九个经济舱等等的 通常都是这样放 通常都会以先卖现金为主 然后再来才是里程票 但是这一次国泰航空 应该说国泰航空每一年都 有一两次 这种活动就是我整班都是 给亚瑟万里通的会员去做兑换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个班 它会可以消耗非常多里程 所以也特别给大家这些新闻 它兑换表格不会特别好 这边兑换时间的话 是在4月19号中午的12点 到4月28号的 也是中午12点吗 好像也是中午12点 反正就是4月19号到4月28号 详细请你去看一下国泰航空的官网 必须你是要联名卡的持卡人 就方可兑换 他们家联名卡就是国泰四华的那一张 跟台新的那一张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台新的那一张 那就可以换一下 手续的里程台日线的话 它都是两万里 都是两万里 大家都可以去利用一下 旅游时间就是它开放的航班 它是台北东京的成田CX450 跟CX451这两个航班 日期的话分别有 5月11 18 25跟6月1号 回程的东京台北的话 是5月15 22 29 6月5号 基本上就是5月中6月初 详细的话请你麻烦你上官网 我们其实新闻都会放在我们 它可以下方的那个short note 就是你点开来往下拉 都会放在那边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都可以参考 或者是其实你Google 类似的新闻 大概都会找到 你直接问我也可以 然后这里的新闻就是 国外航空现在开了一个 全部公里程兑换的航班 去给回馈亚洲万里通的 或是说联名卡的客人 我觉得这是蛮好消耗里程的机会 如果你刚好要跑台北东京的话 台北东京 我最近查一下税金 好像有降 税金大概在2800 2900左右 虽然还没有到疫情前那么低 但我觉得已经够低了 我觉得已经够低了 就是以这个里程兑换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下手 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些 亚洲万里通的里程 很快过期 当然过期有别的方式 是可以让它滚动或什么的 我觉得换成台日机票 也是个CP值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两班 我印象中非日本的这个班 它的时间带也非常不错 时间带也非常不错 但这一次好像CX450和451 好像不是一个特别的班号 好像也没有特别开一个 CX1234这种特别的班号 这次应该是跟普通 每天daily两班 应该是一样的 好那其实联名卡 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但这个另外一个活动 就比较没有那么香 就是联名卡 它如果每刷5万日币的话 会多获得500里 也需要登录 需要登录以外 它最高只能多拿3000里 其实亚洲万里通的活动 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刷了500多日元 然后你只能获得500里 那其实真的回馈率有点低 不过不拿白不拿 如果你刚好去日本的 这些需求 或者是说你 平常主力 就是亚洲万里通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注意一下这个活动 但这个活动 基本上很少 蛮少人的讲的 大家一样点进 国内航空最近的活动 国内航空 其实最近有蛮多活动 只是一小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则就分享给 国内航空的忠实粉丝们 接下来的新闻的话 就比较是一些 旅游上的新闻 我想先特别提的一个就是 我像前两周 其实在日本 然后发现一件问题 就是我的中华电信 漫游过去 竟然设不到讯号 那那个时候我想说 就是我手机 就是派起来或什么的 结果竟然是 这个中华电信的一点 小小问题 那这则的新闻就是 观光客涌进日本 影响到网络 那中华电信回应说 提供国际漫游的客户 我们会给他们一些 折扣的补偿 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有去日旅版 PTT日旅版看 就知道说 或者你有看我的Instagram 我都有分享 就在某几天 大概4月初 大概6号7号左右 就中华电信 断了将近是快要一天 而且重点是 在那之后其实也不太稳 那有些就各式的说 有一些各式的一些谣言 那说现在旅客太多 什么东西了 但我不太确定了 因为我自己在网络上的 都一定会有备案 我一定会用A准备B 当A挂掉的时候 我就会把B的网卡 直接插上去 所以我自己是有准备 非常非常多的备案 那么有时候备案也 其实可以当嗓单码 网上买 比如说什么AIRALO AIRALO 这个是一个APP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那个APP 用Apple Pay刷卡 刷卡完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组E-SYN E-SYN就是你在手机上 按一按就结束 你甚至不用输入任何东西 那是非常非常快 然后或者是我有一个 AIS的亚洲卡 AIS亚洲卡也是非常非常好 用速度也算OK 那这个就是我常见的一些备案 总之其实在你出国的时候 尤其你跟重要人出国 然后你跟我一样 也没有办法缺少网络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需要有备案 那备案也不需要说什么 我今天三个人出去 我都要买六组网卡 其实也不需要 其实也不需要 有时候你分散风险就好 例如说 你们家都是中华电信 那其实可以 可能两个人用中华电信满游 一个人不要用 不要让中华电信满游 这样 那可能用网卡 可能用WiFi机等等的 就是分散风险会比较好 因为这一次的影响 其实应该是只有中华电信的问题 应该是只有中华电信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人说是 这个日本的 Docomo电信有点状况 那我就不太确定 然后就不太确定 但总之 不管是什么状况 分散风险永远是最好的 那像我自己是一个人旅游的 那我就会准备多组的上网方案 不管是 像我自己就是 我用过中华电信满游 我用过 台湾大哥大漫游 我用过 例如说最近很红的 DJB的 唱日卡 玩日卡 唱日卡 plus 这我每一张都用过 还有一些 在蝦皮上面卖的 所谓的白卡 就是它根本记得来 就是一张白的 然后上面什么都没写 这样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卡 不管是什么KTDI Softbank 或者Docomo 我都用过 而且有时候我就很无聊 就会买两张一张来测 然后测哪张最顺 然后之后就用那一张 然后还有一些像WiFi机 我只有买了一台WiFi机 买了一台买断的那种 所以我试满都走 那我之后可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敲碗 就是我再来录一个 上网的一个比较 那不管你用什么上网 都一定会出问题 例如说可能WiFi机 或许是最稳的 它有没电的问题 它有过热的问题 它有时候还是会收不到讯号 那中华电信 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好的ISP 也就是它是一个 一个非常稳定的 上网提供者 网络提供者 但是它还是爆了 然后有时候就想讲说 这个台湾大概比较好 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说 其实不管怎么样 再怎么样好的 再怎么稳定的 或者怎么样老牌的 都还是有可能的问题 它还是要有一些准备 然后这个新闻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也希望就中华电信之后 可以再稳定一点 因为这段期间 其实断蛮多次的 真的是断蛮多次 好 那下一则 我们要一块倒数了 下一则新闻是 台湾护照 现在已经在新加坡 可以准备走 这个自动通关的通道 这样子 入境的时候 入境的时候 那有人想说 是之前不行 对 之前不行 现在基本上台湾护照 可以直接在新加坡 用自动通关来入境 这个还蛮好的 可以疏解 蛮多人潮 那你也不需要去 办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希望其他地方都可以让台湾 就是很快的 用自动通关入境 对 毕竟台湾应该还算是 蛮安全的一个国家 对 台湾人应该算是蛮受法的 一个国家 应该是 没什么问题 所以可惜可贺 可惜这个是新加坡 新加坡我 比较没有兴趣 好 那下一则新闻就是我们今天 最后一则新闻 那这个也是 可能是今天 蛮重要的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新闻是 来自 应该是Line Today 还是Line哪裡的 北京在4月16号 对 就是中国那个北京 你 你对台设一个禁航区 那这个禁航区会设定在台湾的 北边的这个海域 会设定在这边 那这是你 这是传闻 传闻中 所以有可能 你们现在听到 因为现在录音线是4月16号 那他说 你4月16号 今天录音线是12号 但是他说你4月16号之后 要设这个东西 但这个应该是confirm的东西 就国防部有针对这件事情来做 来做这个说明 那基本上就是 好吧 那我们能怎么办 对 那如果今天在北海 就是我们的台湾北部 有设这个禁航区 或是一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绕道 要绕道 那大家会影响的航线 就包含这个东北洋航线 日本 然后韩国 还有北美的航线 飞西岸飞东岸 基本上都会经过这个海域 那对于旅客来讲 会有什么差别呢 基本上就是你去城的时候 其实回城也会 就这个时间又要拉长了 所以我觉得蛮痛苦 因为其实 最近如果飞欧洲人 都知道 我们现在从台湾飞巴黎 要15个小时 那我有一次我飞轮动 我飞了16个小时 我快发疯 那快发疯 那原因是因为乌俄战争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飞过一些领空 甚至有时候中国领空 有些也会特意绕过 但这个也是看状况 目前这个进航 就是直接让你是不能飞过这个海域 当然这个还不一定会confirm 但就是 这会影响到 我如果飞美西的航线 我可能有本想说 我今天可能搭个经济航就可以 可能回城的时候比较快 我可能搭个什么 12个小时的经济航 OK 但如果今天这个 要绕道或什么的 可能会多两个小时 那其实很痛苦 当然是很痛苦 所以这件事情 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有可能你原本三个小时 变四个小时 有可能是三个小时 变四个小时 也有可能 那会不会影响一些航班 目前也都还未可知 就是提供一个讯息 因为这个讯息有一点来太早 有点就是 我现在讲的是 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资讯 但它还不是一个 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反应的时候 那甚至也不会怎么样 甚至也不会有任何的举动 可能航班只是会有delay或什么的 所以还是一样 就在这段期间 不管你飞哪边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急 可能经常去这件事情 会让这个delay 会变严重这样子 好 那这个讲到底 我也想顺便再提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没有新闻 所以接下来就是 比较闲聊的部分 因为我最近比较少录音 所以我就一次把 我的闲聊都录在这一集的后面 所以要听新闻的拜拜 好那我们继续讲 因为我最近在 我四月初在日本 那在日本这段期间 我入境的时候 跟我出境的时候 我出境的时候排非常的久 我是已经走了商务舱的通道 但是我商务舱 我是从宇建飞中山 我是搭常务回来 然后用新航金卡 在常务舱的商务舱柜台 check in 我第一次在商务舱柜台 check in这么久 我排了半个小时 有些人想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样子算很久吗 非常久 非常久 其实商务舱柜台 基本上通常都是没有人的 但是这次超级久 那我不知道什么状态 我终于理解到 有人讲说 什么日本的地情真是不够 或许是这样 或许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 不太知道 所以大家也要 一样就是 都要提早到 都要提早到 因为 这次我check in的时候 其实已经 已经快要关归 大概是一个 我是起飞前 一个半小时去check in 这个理论上是OK的 因为大分高卡的 五分都拿到 然后就开始排队排 安检什么的 但是我拿到 这个登机证的时候 然后我去排 其实我已经是 登机前的半个小时 登机前的半个小时 大概其实是 起飞前的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就想说 哇 糟糕 然后我去排这个安检 我昨天其实没有做什么 其他累赘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排安检 安检 超级长 雨天的安全 超可怕 当然这个是 四月初的一个DP 这四月初的一个DP 就是日本现在 真的是人山人海 不管你现在是 什么艙的旅客 请你提早去 有人会讲说 那你有没有拍五小时 其实也没有 但是就是真的 未可知 你真的也是不知道说 哪一班会比较急 有人就说 你可以看航班密集度 没有 其实通常那一班 是不会太急的 那一班其实是不会太急 晚一点那一班会比较急 但 who knows 就是 有时候你就是 这段期间 大家就认明一点 尤其你飞日本 真的全世界都在日本 真的全世界都在日本 就 请你提早去 不管你有没有高卡 或者你有什么鬼卡 就早点去 然后在贵宾室 可能休息一下 或是在免税店休息一下 这样子 我觉得会比你很赶的 登记来的好 因为我最后的登记时间是 起飞前的15分钟 当然还是赶上 但是很紧 很紧 真的非常紧 就是我过完安检 我过完安检之后 然后从移民官 移民官之后 我就 就很快直接冲到 很快直接冲到 我的那个gate去 登记本那边去 那发现说 哇我已经 我是 我是那个叫什么 Zone 1的 但是他们已经到 Lasco 就是我走到登记门的时候 他已经在Lasco说 BR189人 就是这是Final Call 所以 就是我已经 我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提前两个小时之后到机场 还是遇到这个状态 而且我是可以用上路上柜才登记的 所以这个大家就 这个旅游上 尤其如果你今天是跟家人 这件事情 强烈建议在提早 因为我是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就是 要么就怪自己 你就怪自己说 怎么这么改 怎么没有时间买免税品 没有时间买什么酒 什么的 但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是提早最好 不管你今天是台湾飞日本 日本飞回 台湾或日本飞哪里 我觉得 现在跟日本有关 建议你提早 那也有朋友在机场可能排 那个移民官的时候 可能等了一两个小时的 也都有遇过 那总之就是在机场 你的步伐拜托快一点 就是下机往前冲 然后 那如果你今天在安检的时候 请你动作力度一点 就是先想好 你大概怎么对哪出来 不知道的话你就看前面 大概就有一些想法这样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新闻 我只好有点忘了几天 但是还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新闻 那如果你今天喜欢我们节目 或喜欢我们的系列的话 也欢迎把这一集分享给你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可以去追随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是前面有一些集数 我现在是用150集 你一定有些没有听的 那就挑几集 你有兴趣的来听吧 我们这个分享非常多旅游的节目 或者是一些系列 那也欢迎大家去回味和复习一下了 好了 我们自己就到这边 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